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州 自古以来 杭州出产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 深得各国人民喜爱 1897年 杭州之府林启创办了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 残学馆 它是中国最早创办的新学教育机构之一 也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学校和农业学校 一百多年来 学校几度一名 数千校职 始终坚持办学 1964年 学校经国务院批准定名为浙江丝绸工学院 经教育部批准 1999年更名为浙江工程学院 2004年更名 浙江理工大学 经过近120年的建设 如今的浙江理工大学 已经成为一所以工为主 特色和优势明显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大学 学校建有本科专业62个 下设16个学院教研部 一所独立学院 在校学生两万七千余人 其中研究生三千五百余人 科研是新校之路 也是反堵社会的重要途径 在求是赌食的校方引领下 我们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区域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基地 西子湖畔 前唐江旁 群星璀璨 人才辈出 在厚德志愿博学敦行校训的激励下 成就了一代代惠人不倦的学者 他们以深厚的人文底蕴 自觉的学术追求 敏锐的时代意识 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 学校目前拥有46个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平台 学校获得国家科技奖12项 鲁迅文学奖1项 和良和立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1项 近五年获得省部级奖励160余项 科技工作综合指标一直稳居浙江高校前列 历得数人百年大计 浙江理工大学一直努力为国家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培养一流的人才 经过多年的探索 开辟了一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实现精英教育的道路 自建校以来 浙江理工大学已向社会输送了近20万名优秀学子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 努力把理工声音传到海外 迄今为止 已与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所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留学生教育迅速发展 展望未来 浙江理工大学全校师生正满怀信心 齐心协力 为早日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 而阔步前进 法学研究型大学 二十二十二十三 二十二十二十三 二十二十三 一十一 大学 一十四十二十二十四十一 大学 一十四十四十二十二十五十三